昨天我来熊猫基地拍谈带钓猫 结果天气太热就不钓了 在旁边玩的小朋友跟家长的对话 可把我给猫坏了 他吃这个蘑菇 嗯 他吃蘑菇 不是蘑菇 他吃的是猪苏 猪苏 猪苏 这是他的粮食 对 他的粮食 对 既然没有钓猫 那就随便逛逛 刚好看到下面荣耀在泡澡 还拿手网兔披上撩水 太可乐了 穿仔溜达了一圈把荣耀挤走 自己趴在前眼上凉快 荣耀就跑到一边吃笋 算了 上面太阳产房三只头都在睡觉 空调房很凉快 越阳产房室外太热 所以很多猫都没有放出来 还好在室内看到了花花 浮霜 清大清小四只小熊 靠近游客这边窗户好像是葫芦娃 里面窗户应该是清大清小其中的一只 花花趴在地上睡已经胖成一坨了 但是仔细一看下面还压了一只 好家伙把人家当抱枕了 不一会儿奶爸就过来看了一只 小的就从花花肚子下面钻了出来 打了个哈欠继续睡 后面我走的时候 还有几个小朋友在吵闹拍玻璃 我劝了几下 但是没多大用 最后建议家长一定要管好自己的孩子 不然真的很影响其他游客 还有熊猫宝宝的休息 没有请不吝点赞